妳們坐那麼久 會不會有職業傷害 三菱妳有嗎 會 什麼傷害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是 牙醫注意都是看診的時候 都會戴手套 然後穿防護衣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牙科器械都是尖銳的東西 大家第一次來看診的時候 都會填病例手頁 病例手頁它裡面的內容 就是有些糖尿病 高血壓 或是你有B肝 C肝這些 就是妳要特別跟我們的醫生告知 你們要保護妳們自己 對 我們要保護彼此雙方 就是我們也要保護我們自己 可是我們也要保護患者 對 因為有一些HIV的 這是有會致命的 對妳們來講是很大的 一個針頭 對 就夠了 有類似這種 就是它明明有但不講 不甜的 對 妳沒有碰過這種 那妳們後來怎麼知道 對 我們可以查那個就醫紀錄 對 健保卡一刷就知道 對 我們可以看得到 可是比方說會不會 這個病人他在第一次來看診 他沒甜 妳們卡殺進去 然後有HIV 妳們會質問說妳怎麼沒血 我們不會質問 我們沒辦法就是質問患者說 妳為什麼有這個系統性疾病 可是妳沒有告知 我們沒辦法這麼聊到 那妳看過這種明確的案例嗎 有 我們曾經就遇到一位患者 他是中年男子 他進來他說他的假牙掉了 他希望我們幫他黏回去 那他其實第一次來說 我們沒有查閱他的就醫紀錄 那當他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我們的助理小姐 有去調他的就醫紀錄 然後發現說他是HIV的患者 對 那他其實第一次來說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那當下我們就跟醫生講說 這位患者有HIV 那妳要不要先幫他做 簡單的緊急處理 請他去大醫院做處理 因為畢竟我們的小診所的器械 跟防護的措施 沒有到這麼完善 所以我們只能請這位患者說 那妳要不要到大醫院做處理 因為他的狀況 他當時的狀況也是還滿複雜的 他可能做的治療 是會大量出現的 對 那因為他們的HIV的患者 他的免疫力系統 本來就不好用 對 那我們怕會造成他的感染 我們都會請他到大醫院做處理 這個是很危險 對 很危險 大家的職業傷害風險 很危險喔 這樣聽起來 對 很危險 而且也要醫院夠大 他才有辦法去調病歷 如果像是那種 現在有很多 像以前比較舊的那種診所 它是這種紙本病歷的話 翻的... 翻到很多診所了 醫生還不會開居耶 對不對 不會啦 硬硬的 妳有什麼問題 我最後想要問就是 因為像你們牙柱 然後又要... 裙子又要穿這麼短 然後工作時又這麼長 所以薪水到底好不好 每個月的薪水 而且感覺上班時間 應該是比較不好的時間 因為是服務業 別人上班下課才能來看牙 對不對 Abby說說 妳最資深都這裡 9年 對 我們薪水的話 一個月大概是平均是 2萬多是4萬 但是會... 這種話也說得出來 但是會因為就是可能 我會跟刀 就是跟手術 對 然後所以就可能薪水 有加幾 會 薪水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可能每根一個手術 就會再多給妳幾百塊 或幾千塊的獎金 對 那有算業績嗎 就是有些人比較會賣一些什麼 美白或什麼全磁 或那些單價很高的東西 賣洗牙器或什麼 我們是沒有業績 但是我們都可以抽取額外的獎金 像是如果說 有些患者會諮詢我們一些比較 就是自費的項目 譬如說質疑 或者是人光美白 或是矯正那種自費的 那如果說我們有談成功的話 就會有額外的獎金這樣子 像這裡最資深是Abby對不對 可以透露一下 妳一個月好的時候 妳可以領到多少錢 一個月好的時候 可以領8到9萬 這是最高紀錄 對 目前 有聽過同行曾經比方說 也是妳們這樣職位 最高紀錄到多少 好像也差不多吧 那個已經頂到差不多了 頂到差不多了 8萬 難怪醫生說10萬 難怪10萬妳可不可以要 10萬還可以 我都8萬妳這樣 5比1萬我 對啊 謝謝 謝謝